五级巴都巴士转换站发生巴士相撞事故 根据五级巴都区议员牧仁李在社交媒体的贴文 一辆驶入转换站的巴士 同另一辆开出转换站的巴士相撞 导致其中一辆巴士翻覆 事故造成14人受伤送院 当中5人伤势较为严重 不过没有姓名危险 民防部队也在社交媒体表示 大约下午5点接获通报 到场时发现翻覆的巴士里头有8个人 巴士外则有9人 民防部队以电锯锯开挡风玻璃 割断几根铁杆才能够进入巴士救出伤者 14名伤者过扣送院治疗 另外有3个人因为受轻伤拒绝送院 两辆巴士都是945号路线 由业者一塔通经营